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 这事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妻子 咳 柯罗丽丝 你 他试着张口问问 柯罗丽丝抬起头看向了她 不 没什么 维尔最后还是放下了疑问 这样的询问就像是自己在怀疑她一样 那善良和天使般的妻子 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去怀疑她 看到丈夫的表情 克洛莉絲微微的笑了 啊 是啊 我怎么可能去怀疑她 维尔叹了口气 看到那样的笑容 维尔心中的疑问 全部都打散哦 嗯 这边怎么还是一样啊 不管你是不是选择相信她 还是不相信她 都是一样的啊 嗯 啊哼 啊哼 好像都没有什么差别 这些人依旧 依旧的在骂她们 哦 不过 这么漂亮的女人 还是没有办法 男人不是都是因为这样 趋之若鹜吗 怎么可以怪在 如果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的女人 身上呢 难道你们就没有错吗 不过那些女仆们 唉 我就是直接快转到 或许不一样的地方 嗯 好 我们就使用这招 或许 或许 这一次 有了变化 没错 又来了 是谁 究竟是什么怪物 不 反应过来的她 愤怒的看上 四周 却只有极尽的黑暗 仿佛在嘲笑她 为什么 为自己的大衣和尺刀 后悔不已的威尔 会坐在地 如果自己没有睡着的话 如果自己再快一点 赶到这里的话 说不定就能抓住 这只野兽 也不会有一个人 白白亡死 她绝望的看上死去的人 就在这时 她注意到一样东西 那是那样的明显 一根腸胃色的细细的头发 就落在尸体的旁边 这一瞬间 威尔的脑袋 仿佛被冰弄住 她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摆在她的眼前 她认了很久 最后 还是将头发收了起来 然后还来其他人来处理尸体 难道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真的还是你吗 第二天 威尔见到了科威尔斯 依旧是天使般的微笑 但这次威尔终于不再觉得 这个微笑美丽 她开始有一些害怕和不安 如果自己的妻子真的是罪恶的来源的话 自己必须将她的罪行公布开来 并且处洗了她 可是面对着她 威尔却无论如何都也无法忍心下手 之后的这天 没有发现尸体 但是国王却失踪了 这次竟然会是国王 陈茂所有人都开始万分的着急和不安了 这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变化 科威尔斯依旧是那样的天使微笑 甚至今天的笑容格外的美丽 仿佛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与她没有关系似的一样 威尔渐的已经无法面对她的笑容 她的精神也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今自己的父亲也遭受到了不幸 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她看向了自己的妻子 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 自己必须要得到确实的证据 然后了解一切 我觉得真正的怪物或许就是王子自己 拿取了猜测 第十三天 威尔在睡前喝下了大量停舌的药物 用剑划伤自己的手臂打到清醒的效果 并假装睡着 到了深夜 果然身边的科罗利斯坐起来伸 向外走去 于是威尔悄悄的跟在她的后面 不知道跟着科罗利斯走了多远 王公也变得越来越黑暗 只是突然一下 她的身影便消失在王公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 糟糕 威尔慌忙的到处去找科罗利斯的中心 可是 哪里都没有看到 跟丢了 就在绝望之时 就在绝望之时 一股薔薇的花香 残杂的血液的腥味 从窗窗窗外传来 从窗窗外传来 由于园丁的池子 变得枯萎许多 干枯的花朵 都仿佛像一个个邪恶的精灵一样窥视着自己 在月光下 散发着诡异的光色 这般情景和当时 救下科罗利斯的高塔 十分的相似 即使 曾经最爱的这个颜色 的威尔心里不振的发猫 残为枝条轮休息的尖刺 犹如荆棘般锋利的划伤了她的手臂和衣物 但威尔过不了那么多 向深处走去 清臭味越来越浓烈 并且隐悦的传来熙熙作响的声音 威尔感觉自己踩到了似乎的楼心 他地下头 是血液 顺着草丁 黑红色的血液 染红了他的鞋的靴子 威尔抬起了头 看向被薔薇包裹的深处 那是一头熟悉的薔薇色头发 在墙位中 住着自己最亲密的人 他的前面是一具尸体 国王的尸体 听到声响的他 也抬起了头 鲜红的血液从他的嘴角流下 那是他刚刚疯狂西域的尸体的血液 闪巴着耀眼的光色 他看向威尔 慢慢的 慢慢的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和往常一样 天使一般的微笑 在和月光和鲜血的衬托下 是那么的可怕 威尔看着我眼前 仿佛完全陌生般的 向他微笑的恶魔 他的内心再也承受不住的 完全崩溃喔 不知道是出于对现实的无法接受 还是对杀害自己亲缘的愤怒 唯有一瞬间将尖回上 以神见晓 可无意思的头落到地上 滚到威尔的脚边 抢威射的头发 散在脚下 血液顺着剑落在了同样颜色的头发上 将自然的更为鲜艳 一瞬间 世界变得安静喔 此时 只剩下威尔 孤独的站在原地 已动不动 在他空洞的眼神里 是无尽的黑暗 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因为 这一刻 他已经撕去了所有 巧无声声音的花园 只有周围的薔薇花 沉默地看着一切 And 牆威射之章 开启 结果 真正的Boss 还是一样是他 不过 腸胃之章 应该就可以告诉我们 到底有发生了什么事 對不對 跟之前的张姐一样 可恨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容貌 也感到自豪过 过分惊人的美貌 和一头象征着鲜血的 腸胃色头发 只会带给他人不幸 甚至给自己和自己的家族 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和我同时一起出生的 还有一位双胞胎妹妹 但我的妹妹 却有着畸形而可怕的容貌 父王和母后 都慢慢地宠爱着我 却对那样子丑陋的妹妹 十分地忍耐 在我们的国家的魔法 并不是很稀有的东西 妹妹为了找到 恢复容貌的方法 疯狂地砖研着各种各样的法术 但却开始在邪恶的黑魔法道路上 越走越远 妹妹认为是我吸中了她 所有的美丽和幸福 而深深地仇恨着我 所有的怨恨和仇恨 让她越发越对巫术的走火入魔 当我们十三岁那年 她已经变成一个可怕 而强大的黑魔法师 更可怕的是 她竟然用巫术杀死我们的亲人 将我抓走 关键悬崖的高塔上 我要 每天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 只能对着塔中的墙威说话 为她们写诗 她们已经成为我的最好的伙伴 这也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而发现这点的她 每天都受到这座塔 抱有任何的幻想 每天就在这身不如死的地狱中度过 然而 我遇到了她 那样勇敢而英俊的她 她 在我已经幻想聚会的时候 既然打败我的妹妹 从塔中救出我 她拉起我的手 告诉我 她爱我 就像是阳光一般的温度 我第一次感受到 如果她愿意做我这颗 已经惨破不堪的 蔷薇的阳光的话 我愿意跟着她 为她付出我的所有 威尔十分的疼爱我 甚至为我建造了一座 美丽的蔷薇花园 每天都会摘取最新鲜的蔷薇 送于我 害怕蔷薇的刺 划上过的手 还倾的圆钉 将枝条打磨光滑 正是这样一点点的细节 无处不体现着她的温柔 和对我的关心 原来 我也可以这么幸福吗 然而 有一点我却很在意 我的妹妹在死前 醉入悬崖之时 曾经说过一定会诅咒我们的话语 以她的个性 绝对不会这样轻易的放过我 那一定会是很可怕的咒语 我开始大量的查阅书记 希望能找到这种魔咒的资料 原来 然而 本以为我无比幸福的生活 还是被打破 威尔突然有一天晚上起来 那个样子非常的不对劲 我跟着她 却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她竟然将她的一位侍虫杀死了 就凭 就凭你也想臭 臭换我的妻子吗 她怨怨的笑 然后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离开了 那可怕的眼神 绝对不该是威尔的 我知道 这是妹妹的诅咒 那位侍虫 从威尔救下了我 见到我的第一眼也爱上了我 即使结婚后 也时常的通过重物品 会来房间看我 发现这点的威尔 就被这个可怕的诅咒 控制 将她杀死了 都是因为我 都是因为我才会变得这样 因为得到了幸福 却依然给人带来了不幸 深深的后悔 让我哀伤至极 在不知所措施时 我注意到威尔将人杀死时 用的宝剑 那把剑 听说威尔 说是她是日食 国王陛下赐予给她的 有着独一无二 特别锋利的剑刃 如果被发现的话 立刻就会被认出是威尔干的 而当时马上就有 寻弱的人过来 荒漫之下 我连忙使用 从妹妹那里偷偷学爱的伊甸魔法 将尸体伪装成像是被野兽 有杀死的痕迹来掩盖之前的剑伤 第一天 似乎就这样先隐瞒过去了 白天的威尔似乎也由于诅咒的原因 原因 精神越发的不好 我想告诉她一切 可是 自己无法开口说话和写字 传来与她 或许 就算真的让她知道 心地善良的她 若是知道自己杀业人的话 也会变得十分的痛苦 现在她的身体 也已经不能再承受这样的压力了 从小被关在塔里的我 也缺乏与人沟通的方法 笨拙的我 现在只能靠自己一个人 来努力打破这个祖宗 幸亏还有你在身边 你的笑容就是治愈我的一切 她这样对我说道 为了不让她太担心 我每天依旧努力的微笑 面对着她 希望她能稍微的安心一些 第二天晚上 过来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被撒死的是 曾经保护过我的侍卫 在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之前 我只能继续像上次一样伪装 成被野兽害死的痕迹 除了这点和死者的祈祷外 我做不了任何的事情 我为我自己的无能 感到悲哀 每天 疯狂的查阅大量的书籍 终于让我找到了威尔所中的诅咒 那是与恶魔的契约 需要每天杀死一人 贡献上死三条祭品 完全存进了不同的鲜血给恶魔 这样施咒的人 也就是我的妹妹 便可以得到强大的力量 以恶魔的姿态复活 看到这个的瞬间 我的血液都被冰冻 妹妹 她是利用了威尔来进行了 这个可怕的复活之术 一旦复活已经变成恶魔的她 一定会将整个城堡里的人 都给通通杀死 而且更糟糕的是 这个诅咒 一旦开始便绝对无法停止 如果强行竹子 威尔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 可是降下去 威尔还是会杀死更多的人 无论如何 必须要找到破解诅咒的方法才行 然而 妹妹她那么的狡猾 这条诅咒语的破解方法 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走到 现在已经死亡了六人 再过七天 就一切也来不及了 我能做的 就现在拼命的在书中 寻找解开主作的方法 事情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越来越糟糕 第十天 甚至只是与我说过的话的人 也被杀死 看着威尔真灵的笑容 我不禁让我发抖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样子 然后 无论怎么查 找破解的方法 也毫无线索 等到我的妹妹复活的时候 整个城堡里的人 也会牺牲 其实 解开主作的方法 如果要说有的话 那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杀死 人 处袭呢 威尔 只有威尔死去 这个诅咒才会消失 为了拯救更多的人 这似乎 这似乎是唯一的方法 看着白天日益销售 夜晚日益疯狂的威尔 这似乎也是唯一能让她解脱的方法 在这一切都来不及挽回之前 我必须做下这个痛心的决定 我看着眼前熟睡的威尔拿出怀里的匕首 她刚刚杀死了一位许诺的侍卫便倒在这里睡着 现在便是最好的机会 对不起 威尔 都是因为我才会变成这样 你那么爱我 却是因为我把你害成这样 请原谅我的无能 在你走后 我也会自闻 随你而去 我闭上眼睛 举起匕首 向她的心脏涌去 不行 我做不到 一手落在地上 眼泪止不住地留下 我无法杀死她 她是拯救我 我最爱的人 无论如何 我也无法下手杀死她 我抚摸着她 小手的长白脸面夹 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救你的 一定 会保护你的 即使 陷上了自己的性命 诅咒 诅咒 开始变得越来越可怕 就在死二天 威尔竟然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白天 不忘陛下 只是因为白天 不忘陛下 来询问过我 威尔的事情 如果第二天 让威尔知道自己的父亲死亡 现在侨退的她 一定会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于是 我用无法将国王的尸体 隐藏在墙卫的花园中 在将这一切解决之前 我想让威尔知道 就在我已经深深的感到绝望之时 终于发现了这破解这条母柱的方法 奸计需要三个生命完全不同的鲜血 也就是说 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血液 在其中并不是完全不同的和纯净 便会打破与恶魔的交易结束这个诅咒 你十三日也就是 也只是 也剩最后一天 现在唯一能拯救这一切的事物 就只有我 已经定下了决心 今天 我会让一切都结束了 在这最后一天 我想见见威尔 可是 现在的她 看见我便惊恐地躲开 由于我不擅长与他人交流的性格 似乎在城里引起了不少的谣言 所有的人 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那些难听的谣言 我并不是不知道 威尔能一直相信我 这么久 我已经十分的感动了 所以现在 即使被疏远也没有关系 我擦干了眼泪 决定 就利用字典 让一切都结束吧 第十三日 我在威尔被控制的时间之前起床 引导着她来到了蔷薇花园 是的 献祭需要死三生命 被杀死时 从身体流出的完全 纯净的鲜血 而现在 只要我大量的饮食其中一味祭品的血液 当我被杀死时 我的身体流出的血液 就会掺杀其他人的血液 那样并不是十三条完全不同而纯净的血液 与恶母的契约 没有达成这个诅咒就会被自动解开 引下了大量血液的让令我感到作 神兵的蔷薇紧悄悄的看着我 那是 威尔为我而种下 的我最爱的花朵 所以我想选择在这里结束了一切 啊 你终于看到我了吗 我抬起了头 看着她惊恐的表情 已经没关系咯 从你救下我的那天 我的生命和所有都剩余给你 能成为你妻子的我 一点都没有后悔过 最后 能和你在这里结束 我已经毫无遗憾了 所以 也请你结束这一切吧 我想她 露出了最后的微笑 让人窒息的藏威花伤一瞬间便停止了 从喉咙涌出了大量鲜血 这样应该让这个诅咒结束 我的视线只剩下被大片 被鲜血染后的墙位 如果可以的话 这些花朵 能代替我传达给你我最后的话语吗 每当我向你微笑时 一直在我心中无法传达给你的话语 为何谢谢你 我爱你 抢卫之章 end 不 竟然是这样 苦苦 不 果然 这一切的真相 真的不是眼睛所看到的那样 然后其实有可能你觉得最可怕的人 其实是最最最最善良的那个人 不 怎么又会是这样 天哪 这个桌子是大大写的剧本的故事 都太虐心了啦 到最后 或许真正的幸福 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走到最后 不过能救下来自己心爱的人 这也是一种 最后的幸福了对不对 看一下我们的相册 诶 诶 这发生什么事 这是没有拿到吗 诶 美丽的她 美丽的她 吸血的她 看了自己前面的她 诶 不是只有两个分歧点吗 还是这只是 只是空白的部分 嗯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作者后画 大家好 这里是 嗯 嗯 作者大大 你的名字我还是不会念 于是这个描述 做完一个渣 AVG系列 啊不是 是色彩黑头画系列的第二篇 终于做完了 从故事 从故事到制作 一更用了四天的时间 所以很多粗糙的地方还请见了 下面是我自己对这个故事的一些 画牢想法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完这堆废话 啊 这次故事包含了童话是 《蔷薇鸡》和《人鱼鸡》 和上次的蓝故事不同 这次想做的是一个 真正有爱 爱情的治愈剧 哪里治愈啊 喂 就真的很治愈 大家会知道的 另外两个字 看到你故事里 善良的人物 不一定就是好人 后面一定很扭曲变态 掰 玩过之前作品的友人 哎 不过实际玩下来 原来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爱情故事 关于真相 也许很多人一开始就猜到我 所以如果有期望和 蓝色章一样列起结局的同学 也许多多少少有点失望吧 在故事故事的时候 本来一开始也想到用 例如公主和巫婆对到 或者是更加黑色的繁传的剧情 但最后我还是选择 让它成为一个很纯粹的爱情故事 重点是 女主翁誓早和男主 呃 男主翁誓早与女主人翁誓早的对应 通过两个面来说这个故事 关于结局 失去了所有的王子 自然也不会幸福 因为两位主人公都并不是完美的 王子嫉妒了公主的 补气用都是他们的缺点 所以他们只能来 迎来这样的结局 不过和蓝色章不同的是 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正存在的 所以也只能走向这样的结局 总的来说 这个游戏还是同样简陋的诞生了 关于这个黑色彩黑童话系列之后 也许还会以同样的形式继续 也希望依旧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是 得到N的CG 什么意思 哦 新的 拿了好的 这是我们的威尔 然后这是我们的女主唱 天啊 阿曲又忘记她的名字了 四个字 好 好 那这边这个系列也就正式的结束了 他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游戏是紫色童话 那没意外阿曲也会再继续玩下去 那希望大家对这个系列还蛮 依旧喜欢哦 和阿曲一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虽然他只是文字类型的 AVD游戏 没有错 那一样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有任何意见的话 都得在下方的评论吧 或者是爱粉丝专业留言给我 我会再做改进哦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呀 下一集 不 下一个章节再见哦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